感恩太陽盛的導師 感恩Annie 還有感恩全球的 超級生命密碼的家人們 大家晚上好 我姓陳 我叫愛蓁 我是來自於 美麗的後山花蓮 然後我的媽媽 她是原住民 然後她又離婚 所以這樣的女人 在那個年代是被貼標籤的 所以那時候我跟我妹妹 生活的非常的辛苦 跟辛酸 因為家裡面很窮 所以很多 朋友都 很多人都會欺負我們 看不起我們 甚至於有很多奇怪的叔叔伯伯 會到我們家裡面 很沒有禮貌的去碰觸我們 可是因為本人的反應 會去抵擋 會去捍衛自己 所以我就從小就很兇悍 我會去拿Gacy 來去對付他們 所以我從小的個性 就非常的 應該是算強勢 然後個性脾氣也非常的古怪 因為我蠻孤僻 我不太喜歡跟人群接觸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 因為我小的時候的同年 所以我非常的不開心不快樂 因為我這樣的個性 所以我在折樓的時候 就選擇對象的條件 是找那種非常有挑戰性的 對我不喜歡那種一般太平淡的 所以我選擇的對象它是 在我們當的地方裡面 是一個非常有黑社會背景的 的一個 不是很好的 善良老百姓 因為我的前夫家族都是 家族失敗都是流氓世家 我覺得這樣子 這樣子他們 因為我選擇這樣的家庭 這樣的對象 他可以保護我 因為別人都會怕我 因為小時候被人家欺負 害怕 所以我沒有要欺負人家 但是我選擇 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保護自己 可是 我知道在結婚的時候 我知道我前夫有酗酒的習慣 但是我相信 我們租了一個家庭之後 有了小孩 我相信他這個壞習慣可以改變 可是我的相信 換來的真的是 就是他一波語相信自己 是可以辦得到的 可是 我沒有想到他結完婚之後 越來越嚴重 他不會 他喝完酒不會動手 但是他會非常的喜歡動口 就是一直滷一直滷 長期就是 精神上的一種虐待 可是我不敢跟他說我要離婚 因為我很怕他會找我 跟家人的麻煩 我也不敢帶小朋友落跑 因為這樣子更不得了 全世界應該都被他翻起來 因為正這樣的壓力之下 所以我就想說 明著我不敢做 我就來按的 就是找一些方式 然後朋友介紹的一些 公廟啊 問事 技感 拿符水 或者是去教會 唱詩歌 反正用一些方法 所以我還想加重那個藥效 就是有找那個道士想要起台 做這些事 因為我的心裡面很大的壓力就是 因為我跟小孩都飽受很大的一個 精神上的虐待 所以我對可以改善我這樣的一個家庭環境的 方案或者是良方我都願意去試 就在一次的 應該在四五年前 我有參加一場會議 我有收到應該是志工發的千年之約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那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他封面很漂亮 然後我就問他這要錢嗎 他說不用 我說好那我可以回家看 看著看著 我就覺得裡面書中的角色 他如果說他們所做的 看的超級生命密碼 這本書都可以改善 我那時候心有想 那我有救了 我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我的前夫可以自動的消失 所以我就立刻上網去買了 超級生命密碼這本書 然後我看了裡面的心法 還有看了裡面的介紹 我都一直覺得好開心喔 可是那種開心就是 我好像有看到一個曙光 我有未來了 可是我在上網去Google天原文化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真的 實際味道還是什麼 不曉得 就是連結網站進去 我完全看不到任何有關的訊息 感覺上我也看不懂裡面 天原文化在介紹什麼 就這樣陰錯陽差過了四五年 就那一次我的好朋友 他突然把我加到一個群組裡面 超級生命密碼 我真的超級震撼 我說我真的是寻寻命密的這麼久 突然他幫我加入了這個群組 我就覺得超開心超感動 馬上跟他聯絡之後 我們來參加了一次的讀書會 就是一個禮拜五讀書會 那天有一個活動就是抽牌卡 我抽到一張牌卡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幸運 還是 反正那張牌卡讓我 把他拍下來 我永遠記憶深刻 就是 生命模組 他那個意思 人生不如意 時常發糾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主控者是自己 一切的局已經改變了 只是看你要不要把握而已 讓自己能夠把握此一個契機 就會發現有暗化明 有一春已經不再是神話 我第一次抽到這張牌卡的時候 其實我好想要流眼淚 感覺上就是太陽色的老師告訴我 我有希望的 我不用再尋尋秘密 我不用再去其他的地方 我不用再去公廟 我不用再去花很多無謂的金錢 嗯 這樣子的一個機緣之下 我陸陸續續跟 來了這個讀書會 其實我覺得讀書會的 能量共振真的很大 尤其是Annie 他會給我們很多很多的 一些正確的觀念跟想法 其實有時候自己在家裡看書 是自己看自己 自己學自己去禮物 如果跟很多人共振的那種能量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長期這樣的精神壓力之下 其實家裡面的經濟已經出現很大很大的一個危機 所以我會因為家裡面沒錢 會把這個氣遷入在我的小孩身上 我心裡頭一直有一個 一個不敢說出口的一個痛 就是我不敢當面跟他講說 就是因為你 我今天才要這樣 我不敢講 可是我通常會把一個點突然激發出來 我會很歇斯底里的在他身上 狂飆狂罵 可是他都會用一種很奇怪的 很無故的眼神看著我 他好事無好地告訴我 他沒有做錯什麼 可是每次每每這樣子一直 每每每次都是這樣子 我都覺得我在他身上 做了很多的傷害 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跟我的前夫已經離婚 但是他不願意離開我們 這樣子更恐怖 因為我不知道他接下來會對我們做些什麼事 可是小孩子已經慢慢進入青春期 他的爸爸常常因為喝酒 會一直滷他 導致成他非常不喜歡回家 我更不用說 我只要下班 我就去外面晃晃晃晃 晃到大家已經差不多快睡著了 我才回去 其實小孩子我還蠻感恩天地 有幫我照顧小孩 小孩並沒有學壞 只是他心裡面內心就會覺得 他常常如果去 媽媽你怎麼會選擇這樣的人來結婚 可是我不敢講原因 可是小孩總是覺得 為什麼家裡面都是沒有溫暖 他一直很想出去 他很喜歡去打籃球 可是很奇怪 他都可以打到一兩點 我不知道那個按摩摩 那個籃球怎麼可以看得到 可是我也不想去追問到底去哪裡 我相信他應該想要跟我一樣的心態 就想要離開家裡 因為就在接觸 慢慢地接觸這樣的心法 其實這段時間我的前夫有離開了 他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突然能量還是怎麼樣 他就已經真的離開了我們 然後我跟小朋友就一起 就是一起生活 當然辛苦一定會有 可是慢慢地我發現 小孩子這樣的環境下 因為兩個人相依為名 他變得特別的懂事 可是之前我們兩個 那個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我跟他講話 老師都不能溝通 他講什麼我聽不懂 我講什麼他沒有辦法接受 常常連兩個人都是趕得起來 而且我脾氣非常的暴躁 我都會用我的威嚴去喝指導 我是你媽 你什麼都要聽我的 儘管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你都要聽我的 因為我就是你媽 可是因為這樣子的長期 他這樣子的 我的強勢的個性 而且有時候還蠻 怎麼講 就是有點蠻不可理喻的 所以我接觸了超馬之後 我就發現 我慢慢地在做心法之後 我常常都覺得 我都一直在傷害我的小孩 我都一直跟他做懺悔 因為由於我自己的 自己個人的問題 我把我自己的痛苦 家住在他身上 我常常都跟他做懺悔 現在來他已經高中畢業了 這段時間半年多 我又發現他成長了很多 不再是兩個人 只要因為回來回到家 他不想跟我講話 我也沒辦法跟他講話 他就關在房間 我就住在客廳 常常在一個禮拜 我們都不知道 誰有回來誰不在 可是後來接觸了 在讀書會之後 慢慢地我們小孩都會 撕賴我 他說媽媽你如果回到家 你一定要跟我說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你回家了 可是這種 點點滴滴的 一個窩心的動作 我真的覺得 如果今天沒有遇到 超級生命密碼 沒有遇到太陽聲音的導師 沒有遇到愛妮 我不知道 我小孩以後 會不會去看心理醫師 我昨天還在跟他講 我就一直跟他說 對不起 他說 我已經很久沒有發脾氣了 已經很好了 我覺得很重 我心裡聽了 真的很難過 我就覺得原來 我還 我也跟他說 我真的很想跟你道歉 我很怕以後 會去看心理醫師 他說 不會啦 我不知道是真的安慰我 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小時候的樣子 我的這種經歷 我現在都會有一種痛 我不曉得他以後 會不會有 可是我就是盡量 在創回當中 在做太陽心法 把他關入彈 關入裡面 而且我覺得 在這段時間 因為想要去 尋尋秘密這些 很奇怪的方法 花了不少的錢 甚至於我去找了 我很愛算命 乾脆就自己去 一個秘密工作室去上班 又可以學 又可以 那是很知名的 像以前在那個 在線上的老師 又可以跟 又可以學 又可以賺錢 然後又可以做一些 家裡的風水布局 那花的錢更多 可是好像只是 治標 真的沒有資本 是看心理安慰的 對 事實上我家裡 還非常的多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嗯這些東西 只是買來滿足自己的 想要的 解決的 安慰劑吧 我覺得 完全都沒有那個效果 更好玩的是 我的好朋友 他也是現在 命理上面 知名的一個老師 他常常要跟我說 你應該 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做 可是我覺得 現在的我已經不再像以前 我需要靠這些外力 來去支撐我自己 該改變的這些 應該算過去的 所以現在我可以藉由 超級生命密碼 心法 讓我自己過得 非常的安然自在 因為我自己本身的 我不敢說是 體質的關係 還是怎麼樣 可是我自己 常常會有一些 很突如其來的感應 就在過年完之後 我就發現我 因為我現在住的房子 是在靠近大馬路旁邊 而且是人家俗稱的路沖 氣場是非常的軟 然後在過完年後 然後我在我的房間 都會有一些很奇怪的人走動 而且因為我們家過年 樓下都沒有人住 就我一個 然後我們家小朋友 不可能跑到我房間 那個走動的聲音 是非常的明顯 而且你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夢境 是有人突然來親伴你 那個更恐怖 可是後來 因為 Annie很好 就是幫我們 來弄一個蛋蛋機 然後裡面有老師的 那個感恩視劇記的音檔 然後我就把它搏著 就睡著了 但是我才真的 因為其實真的 坦白講自己也會很害怕 雖然不敢 一直告訴自己 這沒有什麼 可是真的還蠻害怕的 因為連續兩三天 後來放著老師的感恩視劇記 一直播放一直播放 真的很安心 就睡著了 那有時候在做心法的時候 自己空間的能量場 會讓你很突然的 就會有一陣的洋溢 然後就會想要觀想老師的法項 然後再做心法 等等 諸如此類 其實在超級生命密碼 這樣的一個系統裡面 因為我在外面 接觸了這麼多 這個完全剛開始不相信 有這麼簡單的方法 而且不用花任何的費用 只要願意花我們的時間 花我們的相信 好好地落實去做 其實這些真的都可以改變 像我現在很多時候 以前我非常的強勢 非常的 就是 因為個性的關係 很會自我保護自己 不過我不喜歡跟人家笑 我就不喜歡跟人家接近 而且 我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性 就是 我見不得別人好 別人能比我更好 我心裡面就會滴滴咕咕 然後以前的我 很喜歡搬弄是非 因為我要剝得別人的友誼 我喜歡去搬弄是非 所以我紀錄心搶 翻弄是非 這樣的事情 其實 我其實蠻痛苦 我心 而且我心很 容易 複雜 不能夠平靜 接觸超級生命密碼之後 我一直時時刻刻 遇反思自己 然後 弟子歸 我覺得弟子歸 給我最大最大的 一個增長的地方就是 我可以從 原本原本很小的時候 該接觸的那種 德性 我可以現在有機會學到 我很慶幸 我不要等到我 年紀很長的時候 我這樣才在我後面 只指點點說 某某某的 德性如何如何 我現在可以去學習 這樣的一個德性 我覺得 我很開心 因為這些 古老的一個知識 其實 小的時候我們應該都要學 但是小的時候 只要吃飽就好 不會有人想要去多學習這些 為了生存 什麼樣的一個壞念頭 壞想法 都會使得上 用得上 所以我真的 而且我覺得 我都會跟我家的小孩 常常會聊 弟子歸 帶給我的一個受用 我希望他在 就是他 因為他現在很喜歡 打遊戲機 我有時候有空沒事 我就會稍微給他來一下 讓他看弟子歸的一些音檔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 那個時間已經過了 我希望一點一滴 慢慢的植入在他的一個心裡面 希望他能夠為他的下一代 可以及早的做一個這樣的準備 因為我不希望我自己的遺憾 然後再去留給我的 應該算第三代 對 因為我希望 我真的是很感恩很感恩 有機會可以接觸到超級生命密嗎 另外還有一個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因為這兩天天氣熱 我有發現蚊子非常的多 可是我不敢 我不喜歡 我不殺生 因為我現在吃素 所以我沒有去打蚊子 也不敢用殺蟲劑 然後他一直嗡嗡嗡在我旁邊耳朵叫 我就把那個老師的音檔 感恩視聚機放大聲一點 我就覺得 當你也可能聽得到 我就發現 他已經不來 再去感到我 真的我覺得是超好用的 對 我想說 這樣這麼好的方法 我一定要跟大家來做分享 嗯 其實 我今年已經 坦白說 已經快50歲了 我很細 今年又是我的本命 我有一個心願 就是因為我想要在 我今年生日的時候 我要好好地跪下來 跟我的媽媽說聲對不起 因為我對他的怨恨 我都一直很表面地孝順他 可是我覺得 我在這裡學習之後 我的成長 我一定要讓他知道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 我都會認真